饭店58一份的香肠土豆焖饭 在家做原来这么简单 土豆切成小块 香肠切小段 洗好的大米中里一勺食用油 放入土豆还有香肠 青豆配色 一包饭店都在用的焖饭酱汁 适量清水 扣盖小火焖20分钟 香喷喷热乎乎 在家不知道吃什么来上一份太满足了 煮饭时加一个鸡蛋 和各种爱吃的蔬菜粒还有腊肠 加一个土豆一圈食用油 一袋焖饭酱汁 适量清水 扣盖正常煮饭即可 懒人焖饭做好 这样做的焖饭不仅好吃 营养搭配还很均衡 我告诉你啊 年夜饭上你要是学会这个蓝莓山药 全家人都夸你是大厨 山药切成细粗条 盐水浸泡防止发黑 煮熟后捞出过凉水 两勺蓝莓酱 两勺蜂蜜 两勺白开水搅拌均匀 淋在摆好造型的山药上即可 我告诉你啊 早上吃剩的包子摇身一变 还能做成美味的披萨 做法还不难 馒头撕成小块 加三个鸡蛋搅拌均匀 锅先不要开火 放入馒头块铺平 挤上番茄酱 摆一圈火腿 蔬菜里还有虾仁 最后撒一层芝士碎铺平整 沿着锅边淋一勺水 扣盖小火焖三分钟 焖到芝士融化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披萨奶香味十足 小孩子都抢着吃 明天早餐这样吃 一坨剩米饭 两个鸡蛋 胡萝卜丁 海苔拌饭碎 少许盐搅拌均匀 锅中刷油 倒入面糊 小火煎至三面金黄即可 这样做的早餐米饼营养又好吃 你知道又酥又糯的南瓜饼是怎么做的吗 要做到金黄还不糊 以下凉点很关键 南瓜去皮切成小块 上锅蒸熟 倒掉多余的水分后压成南瓜泥 加白糖 糯米粉 活成不沾手的面团 做成圆饼状的样子 裹上鸡蛋液 用这种金黄色的面包糠炸出来才更加好看 炸的过程油温不能太高 炸到南瓜饼都鼓起来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南瓜饼大人小孩都爱吃 鸡蛋加水煮八分钟 敲破蛋壳 加葱姜 干辣椒 冰糖 盐 生抽 老抽 一个茶叶蛋料包 加水没过鸡蛋 扣盖煮十分钟 浸泡一碗更加入味 这样做的茶叶蛋满污子都是香的 不用发面就能做南瓜发糕 做法简单 非常的蓬松轩软 蒸熟的南瓜加白糖 碾压成泥 加两个鸡蛋 适量自发面粉 搅拌成糊 饭碗刷油 放入面糊 葡萄干装饰 静置二十分钟再蒸三十分钟 松软香甜特别好吃 原来做果冻这么简单 孩子想吃再也不用去外面买了 五百克清水 加二十克糖 三十克果冻凉粉 一起搅匀煮沸 杯子里放爱吃的水果 倒入果冻凉粉水 冷却后就凝固成果冻了 自己在家做没有色色防腐剂 安全更放心 火龙果不要再直接啃了 还能做成果冻 过程和烧开水一样简单 火龙果切粒 锅里倒一斤清水 三十克冰糖 三十克白凉粉 搅匀后一起煮开 关火放入火龙果 倒入碗里自然放凉等待凝固就可以了 清甜爽滑 小朋友可喜欢吃了 豆腐最好吃的做法就属麻婆豆腐了 麻辣鲜香 非常的下饭 软毛钱的豆腐切成大大的小块 水开加一勺盐和食用油 这样煮出来的豆腐不容易碎 还能去除豆腥味 油热放入肉末 煸炒出油脂 加葱姜蒜 和一袋调好味道的麻婆豆腐酱 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 煸炒出红油和香味 一碗长姜水 倒入豆腐煮三分钟 一勺水淀粉勾芡 轻轻推动几下 倒入滚烫的砂锅中 烫烫的吃起来才过瘾 我告诉你啊 过年吃不完的砂糖菊 还能做成果冻 清甜爽口还不上火 砂糖菊去皮 加一斤清水 30克冰糖 30克白凉粉 把水煮沸直至完全融化 倒入碗里放凉后 就结冻成橘子果冻了 好看又好吃 赶紧试试吧 很多人吃橙子把皮扔了 这样太浪费了 我来教你 橙子皮丢水里加盐多清洗几遍 倒入锅中 加几粒冰糖 1000克清水 开大火煮出橙子的香味 再捞出橙皮 加30克白凉粉搅匀煮沸 倒入杯子里放凉 就成了橙香冻冻了 加入喜欢的牛奶 搅一搅就可以喝了 夏天冷藏一下会更加好喝 小孩子爱吃肉的秘诀 滑嫩爽口还不三牙 里肌肉切成片 裹一层淀粉 放到案板上用擀面杖不停地敲 像纸一样薄就可以了 锅中水开下肉片 变色即可捞出 碗里放紫菜 香菜 来点提味增鲜的生晒虾皮 黑芝麻 盐 一勺香油 连着煮肉的汤一起倒进来 鲜美无比孩子爱吃